今天一个热电新闻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 第75届堪称影展 与台湾时间29日凌晨赶奖 韩国影信宋康好评级电影 婴儿专运站BROCKER拿下堪称影帝 也是继2004年的溜了幽迷 后时隔18年再度有亚洲男星获得该奖项 最佳影片的金宗鱼奖 则帮给瑞点名到 无本奥斯伦汝的背上三角 可惜的是台湾观众熟悉的汤威和艾武 这回五元获得英后宝座 韩国过名影帝宋康好评级电影 婴儿专运站BROCKER拿下堪称影帝 也是首握过的堪称影帝殊荣的韩国演员 该片由日本明导视之欲和之导 而上一位获得该下相荣誉的亚洲男星溜了幽迷 当年也是以视之欲和得无人知晓的夏日清晨获奖 以14岁的年姬称为最年轻的堪称影帝 今年决注女主角的有分手的决心汤 唯以及婴儿专运站的李志恩爱佑 尽管两人事前都呼声极高 但最后最佳女主角方为了伊朗变映 胜注尤里斯泰尔的插赫拉阿米尔 以波拉西米扎了米尔杰叶比较伊米 改片改编自伊朗真实社会事件 性工作者成为连续杀人犯的目标 在看城影展举办首映时 还将当时受难者的照片全戴上了红檀 不过虽然汤薇并未获奖 他也没有出席闭幕式的颁奖典礼 但分手的决心导演普赞宇 获得了本届最佳导演 这也是他记下《女意诱惑》后 再次重会堪称的作品 此外 特别讲则邦为了 《优你就是家》的比利师 名道达顿兄弟皮埃尔 吕克达顿 本届评审团大奖的注责 由两部电影并列 包括网络的罗伯牌丁森和乔尔文的 众物之姓斯塔瑞杰克木 以及比利师新秀导演 露卡斯东特的亲礼 另外大陆导演陈剑莹的短片海边 升起一座悬崖 获得本届看成迎战短片金棕与奖 而改片是由神家百亿的 化为二公主耀安娜主演 由于不少华人地区网友都在 为汤为机器 没想到却突然看到熟悉的腰安娜 纷纷小说没等到汤 为等到了儿公主 你怎么看待这件事 请发表评论讨论 给大家看